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鱼 我们来看一下7月13号的运势 对十二星座的影响 最幸运的星座 第一名 双子座 今天你很有成就感 你对现在做的事情很有信心 你对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也有所坚持哦 大家都很尊重你的想法 因为这些都来自于你的专业和经验的累积 因为你得到了大家权利的支持 你觉得一路走来都很值得 你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第二名 水瓶座 你今天非常的细心 你可以很聪明的去运用你手边的金钱和资源 今天你也很适合处理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搬家 整理家里 把家里布置得更舒服一些 今天也很适合好好的完成 工作上比较琐碎细节一些事情 今天你可以聪明的去消费和运用手边的资源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 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新作 第一名 巨蟹座 今天你就让自己慢下来休息一下吧 在工作上遇到瓶颈 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代表你已经要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当然因为自己的方向还不够明确 所以在合作方面 避免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关卡 不要灰心 用心努力一定是有回报的 再过一周你就会有转机哦 第二名 双鱼座 今天你发现你想要发挥的能力 你想要规划的方向 你想要形成的影响力和达成的目标 在实际的推动方面 受到了阻力和限制 可能团队的想法比较保守 或者他们的想法跟你的想法 在一些规则上面有一点不一样 不如你花一些时间来分析 他们这些想法的背后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 就可以帮助你有力的去说服他们哦 第三名 天蝎座 你今天在调整自己的想法 可以在生活上面 需要你做哪些调整去想一下 因为一些实际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面对 当然你可能一时还想不到自己该怎么做 既然要调整想法 不如去询问你在意的人的想法吧 然后运用自己的同理心 很快的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一路走来 大家都有自己的心目历程 好好的忠于自己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们今天要一起加油哦